师父不开过室的时候 讲过的 帮多人背的业 跟我们自己的业章都不一样 但是帮家人背的业 师父也讲 举个例子说 帮孩子背业 也应该也不算自己的业 也算 对吧 对啊 就是这样 就是帮我们家人父母背业 孩子背业 这也不算自己的业 但是到时候来也可以 到圈上八宝吃七宝吃 洗洗就没业了 是吧 你不要造新业就好了 就前提不造新业 前提就是不造新业啊 造新业是很麻烦的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造新业啊 对啊 但我就还有点迷茫师父 就举个例子 我们帮家人背业了 帮家人举业 放生念经 把他的关过掉了 你说这个业 还是他本身不是我们自己的 但是他们病好了 他真的是病好了 做到这个难关 但这个业 还是我们在扛过来了 他也扛的呀 你们帮他 帮他多少吗 你们自己背多少呀 背的不多的呀 如果他好的话 你就不背了呀 他如果没好的话 还在背呀 听不懂啊 嗯嗯嗯 如果他今天病好了 那你就等于 你这个给他的功德 给他了 他拿到了 就算了 结束了呀 但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功德 给他了 对啊 你要是病还没好 那你还得给他呀 但就功德给他 业就背的少了 他就背业在身上的呀 业比较还有业障 就背到身上去了呀 对啊 但这个业的业障就不随 到举个例 当时我们往生以后走的时候 他就我们上去了 这个业还不输自己的 不输自己就不要 就可以代言往生 就不输自己的 就可以上去了 报掉了呀 在人间已经报掉了呀 就报了 就可以回到原来的果位上 回上去是吧 你已经报掉了吗 就没了呀 你就剩下来就是功德了呀 听不懂啊 哎 哦 哦 懂了 哦 懂了 对呀 对呀 我一直 你要记住人的一生的业 他死的时候 给他总结账呀 结完了吗 才才给你定下来 你到哪里呀 哦 懂了 懂了 就要举个例子 我们对吧 我们自身的业 就在每次做功德 做人 消掉了消掉了 但是帮别人背的业 就是另外的业 当你 当你用功德去帮人家救人 就那功德去给你几下来 他背的业总会有缩的 当你走的时候 就在人间报到了 就是人间就看你 当着菩萨 你做的好事情 你不会背很重的业的呀 哦 但是你会背的呀 背了吗 因为你的功德 又可以把它cover掉呀 ories 今晚aremos 下次节目 点赞 感谢 拍摄 拍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